大家好,我是小猫,小猫夜话讲述最真实的情感故事。 李平刚送走客人,就看到冰子站在门口,似乎面有韵色。 李平轻叹了一口气,转身走回房间里,冰子果然随后就跟了进来,随手关上了门。 李平整理了一下床铺,对他说,你坐一会,我先洗洗。 这是特例,通常情况下他就只做局部清洁,只有对待冰子时,他才会特别注意卫生,把全身上下都狠狠清洗一遍。 尽管他心里很清楚,再怎么洗,也洗不去他脏的事实,可唯有这样,他才感觉对得起他给自己的爱,执着的爱。 他们这种人,本是不配他爱的,之所以称冰子的爱为爱,是冰子真的爱他,他能感觉到。 等他洗好再进来时,冰子仍坐在床边,一副闷闷不落的样子。 他坐到他身边,伸手勾住了他的脖子,问道,咋了,不开心? 他转过头看他,皱着眉头问,我跟你说的是,你考虑得怎么样了? 他松开手,垂下头说,我还没想好。 冰子长叹了一口气,没事,你还可以再考虑考虑,我会等你的。 尽管他表现得不太在乎,但他知道,他的内心其实是抓狂的,他爱他,所以不愿意强迫他。 他主动抱住了他,房间里很快就有了动静,只有跟他在一起时,他才觉得自己是个正常的女人。 完事后,他一手搂着他,一手从枕头底下摸出一只打火机,递给他。 他接过来看了看,是一只名牌打火机,给好几百。 有个客人落下的,我看着挺高档,送给你。 他正暗自高兴呢,没想到这打火机竟然是别人用过的,他顿时就没了兴致,把他丢在床上,起身穿衣服。 咋啦,不喜欢吗? 他赶紧也起来,拉着他不让走。 他恨恨地想,傻女人,哪怕是你骗我说是买的也行啊,怎么就那么老实呢? 睡过他的男人落下的东西,他拿着都觉得恶心,怎么能把他带在身上呢? 他努力平息了一下内心的怨气,转身拿过了打火机,对他说,你赶紧考虑一下,我年纪不小了,等不了了。 说完,他亲了亲他的脸,出去了。 他跟在他身后,依依不舍地目送着他爬上大货车。 一旁的小姐妹健壮,又在笑话他,是个瞎子都知道你爱上他了。 既然有人要你,你就趁早上案好了,真不知道你在顾虑什么,急死人了。 他没有接话,随他们爱说啥说啥去。 是的,丁子提了两回要娶他,可他不敢确定,自己配不配得上他。 李平出生在一个山沟沟里,上完初中就跟着老乡出来工作了,原先是在工厂里打工,本是可以改善家里的生活条件的。 可他刚出来没多久,他弟弟就把人给打伤了。 那人瞎了一只眼,全家的积蓄全搭进去不说,为了私了,他爸跟人借了不少钱,总算把这事解决了。 当然,欠下的债需要他一起还,他拼命干活,拿到工资只留下吃饭钱,其余的全部寄回家。 即使这样,也不过是杯水车薪,他好不容易回家一趟,看到爸妈仿佛老了几十岁,头发都白了,他明白,这都是被债务压的。 若是还不清债务,这个家将永无出头之日。 那天他要走了,妈妈把他拉到房间里,哭着说,平儿,我看你这两天跟小秦走得很近,你想干啥,可千万别走错路呀。 小秦是他的邻居,比他大三岁,是做那个的。 不到两年时间,小秦就把家里里外外都翻新了,现在他家就是整个村子最豪华的房子,他父母天天吃香的喝辣的,日子过得很舒坦。 在这个村子里,外出做那个的女人不在少数,都是趁着年轻把钱赚了,赚够了,就找个不知情的男人嫁了,跟平常女人没啥区别。 他看着妈妈一脸担忧,就安慰说,你和爸身体都不好,一年到头往死里干也存不下多少钱啊,弟弟马上要上高中了,也得花钱,总能让他也出来打工吧,他可是家里的希望啊。 我委屈点没关系,正够了我就收手,然后找个人结婚。 他说的都是实话,弟弟是读书的料,成绩很好,他打人,是因为同学造谣,说他在外面做妓女,他一气之下才动了手,结果闯下了大祸。 是的,像他这样的女孩子出去了,就会有很多人不分青红皂白,通通都认为是做妓女的。 有歧视的成分,却也带着羡慕,因为内行来钱快。 村里的人也达成了共识,洗手上岸的女孩子带回来新女婿,大家也不会接老底。 妈妈抱着他哭了很久,我们对不起你呀,都是我和你爸没用,让你受委屈了。 就这样,他跟着小秦去了外省,在一家马路边的发廊落了脚。 距离这里不远处有个货物转运站,很多大货车司机会在这里歇脚,顺便放松一下。 他的第一次就卖给了一个老司机,折腾了他第二天下不了地,3800元。 休息了一天后,他含着泪把钱寄回家,想着这笔巨款能大大减轻父母的负担,他又笑了。 从此,他越走越远,彬子是在四年前认识李平的,那时他刚拿到逼二驾照,跟着师傅跑第一趟长途货运。 那地方,就是师傅带他去的。 师傅进去前,曾告诫他,玩可以,但不能动真格。 说完这句话,师傅就笑了,我真是瞎操心,这样的女人你又怎么可能看得上呢? 她是有把师傅的话听进心里去的,只可惜,在遇到李平后,她就忘得一干二净。 当然,她并不是一开始就爱上李平的,而是在后面的交易中慢慢喜欢上她的。 李平跟其他的小姐不太一样,说话不会嗲声嗲气,也不会刻意撒娇,挺有个性的。 那次完事后,她就问了一下她做这行的原因,其实当时在她的眼里,他们这些女人都是好吃懒做的料,为了赚快钱,脸都不要了。 在她之前,也有人问过她这个问题,无非就是缺钱,她敷衍两句就过去了,可那天不知为什么,她有了说出真实原因的冲动。 冰子听完后半天没说话,临走时,多给了她五十块,她却死活不要,说谈好的多少就是多少,她缺钱不假,但不能坏了规矩。 她收回了钱,心里莫名地觉得她有点可爱。 后来,她每次路过那里,都指点李平,而真正让她动心的是她生日那天。 那天,她正好送货到李平那儿,提前给她打了电话,约时间。 一进房间,李平就拿出了一个小蛋糕,给她庆祝生日。 她又惊又喜,同时也很疑惑,自己从没告诉她生日,她是怎么知道的呢? 她一边切蛋糕,一边说,你忘了,有次你把钱包落在我这里了,我就偷偷看了下你的身份证,顺便就把你的出生日期记住了。 她把蛋糕递上,你不会怪我吧? 当然不会怪她,相反,她的内心是感动的,谁会没事去顺便记住别人的生日呢? 她肯定是特意记下的,而只有在乎一个人,才会去记对方的生日。 这么想着,她对她又多了几分好感。 从那之后,李平经常会给她一点小惊喜,有时是一盒润喉糖,有时是一盒咖啡,有时是几个小面包。 礼物虽小,却都是她花心思挑选的。 她们也不再直奔主题,而是像情侣一般,说些掏心窝子的情话。 前段时间,父母催她结婚,她的眼前就冒出李平的模样。 她算了下,自己跑车四年了,跟她也认识四年了,她早已进入了她的心里。 她家里穷得叮当响,她很小就出来谋生了。 这些年,她只顾忙着赚钱,无暇谈恋爱,而李平是她的初恋。 于是,她向她表白,希望她洗手不干了,嫁给她,跟她好好过日子。 当时,她脸上的表情很是复杂,有喜有忧,而更多的是惊讶。 你别跟我开玩笑了,我这样的人,不配拥有爱情。 她思存片刻后,才开口。 她紧紧抓住她的手,看着她的眼睛,深情地说, 我是认真的,你的过去不计较,只要你以后清清白白做人,我会对你好一辈子。 她摇了摇头,对不起,我弟弟还在上大学,她还需要我挣钱交学费。 她知道这是大事,任谁也无法一下子给出答案,就让她考虑清楚。 车子停在服务区休息时,她从口袋里掏出那只打火机,扔进了垃圾桶里。 突然间,她有了一丝疑问,自己的选择到底有没有错。 李平出空回了一趟家,没想到弟弟也在,可是弟弟对她很冷漠,不愿意多跟她说话。 李平也习惯了,只要她能顺利完成学业,就是最好的回报。 她清楚弟弟的心结,自从她知道她干什么后,就大发雷霆了一番,还拒绝花她挣的钱,闲耐钱脏。 爸爸一巴掌就呼在了她的脸上,破口大骂,不是你把人给打瞎了,你姐用得着干这活吗? 你还敢瞧不起她,你凭啥瞧不起她? 她赶紧去劝爸爸不要动粗,还试图跟弟弟解释,可她根本不听。 这次也一样,弟弟看到她回来,赶紧躲房间去了。 她上大三了,还有一年就毕业了,上大学后,她是真的不花她的钱,自己勤工俭学,不但能满足自己的开销,甚至还有剩余的钱可以拿回家。 她也曾跟父母商量过,让李平别干了,找份正经工作。 可此时的父母已经跟过去不太一样了,他们的心态发生了变化,认为李平既然已经做了这行,再写也不会清白了,不如趁你的年轻多干几年,多拿些钱回家。 所以他们嘴上答应了,却没有把弟弟的意思转告李平,害姐弟俩的误会一直解不开,弟弟就总觉得李平是不想清白做人了。 李平把彬子想要娶她的事告诉了父母,征求他们的意见。 爸爸一听,马上就说,那可不成啊,你弟大学还没毕业,以后娶媳妇也要花不少钱,我和你妈去哪给她挣啊? 你就再辛苦些日子吧,等咱够了,再嫁人吧。 妈妈也赶紧接过话,继续劝,就算要嫁,也嫁都不知你底细的人吧,他对你知根知底的,以后要是翻起就照来可不得了啊。 你看那个李翠花,她老公知道后,不是把她打惨了,你呀,千万要头脑清醒点。 她当然知道李翠花的惨状,婚前对前夫百般隐瞒,结果在大街上遇到从前的熟客,谎言一下子就被戳穿了,前夫当场就暴打她,那个熟客见闯了祸,赶紧溜至大吉,都不带帮一下忙的。 所以,别看是熟客,那也只不过是交易而已,毫无交情可言。 李翠花不想离婚,前夫隔三差五就揍她一顿,最后她实在扛不住了,才离了婚,离婚后她的生活成了问题,她吃不了苦,又没有手艺,只好重操就业。 你千万别糊涂啊,这是必须必须要保密,不然下半辈子就毁了。 妈妈最后郑重地补充了一句,李平低着头不说话,她相信妈妈是真真实实为她考虑的,像她这样的人,就不应该有过去。 有你们这样做父母的吗?她可是你们亲生的女儿啊。 她想跳出火坑,你们却死死问着她不让她出来。 弟弟突然打开门,冲他们大喊大叫,你们要是这样,我就再也不回这个家。 姐,我知道是我拖累了你,都是我的错。 这几年来,我一想到你为了我而出卖了灵魂,我就恨不得捶死我自己。 姐,家里的债早就还清了,我也已经长大了,你该为自己而活了。 弟弟生死力竭地吼着,不停用手捶着自己的胸口。 李平赶紧上前拉住她,不让她再伤害自己。 她哭着说,好,姐听你的,听你的。 李平是答应弟弟不再干那行了,可是并没有答应要嫁给彬子。 她喜欢她不假,可她知道她是干啥的也是真的。 她不敢确定,她是否真的不介意她的过去。 她从那边离开了后,并没有告诉彬子,是她再去找她时,她不在,她才打电话找她的。 她告诉彬子,他们之间的事,先冷静一段时间吧,如果她真的忘不了她,再说。 她同意了。 她休息了一个月后,到镇上的工厂上班,过着从宿舍到工厂两点一线的生活。 由于生活规律了,不用再熬夜,也不用提心吊胆。 她的脸色逐渐红润起来。 彬子只要不开车就会跟她发信息聊天,告诉她自己的近况。 有一次,她开玩笑地问她,我走了之后,你找的是谁? 结果,她马上打电话过来,急吼吼地说,李萍你给我听清楚,自从遇到你之后,我没有跟别的女人上过床。 听到这句话,李萍突然明白自己一直以来不愿意面对的问题了,除了担心她计较过去,还担心她会背着自己偷吃。 是啊,一般找小姐的人,就像偷心的猫一样,尝过滋味后,是会成瘾的。 她不敢相信,她今后只会有她一个女人,即使她的过去很肮脏,但也渴望有个婚后,洁身自好的老公。 丁子的确是有过犹豫,可在她上岸后,她的顾虑就打消了,而且见不到她,对她的思念就疯狂增长。 可这回却轮到她不信任她了,这让她感到抓狂。 她花钱请她的小姐妹们吃了夜宵,才成功套出了她的地址。 终于,在她下班时,她把她堵住了,对于她的出现,她惊讶不已。 她不由分说,拉着她到了一家小饭馆坐下,问她究竟想怎样,给个准话。 她看着她烦躁不安地点了一根烟,突然问她,我给你的打火机呢,不好用吗? 她愣了一下,如实回答,我给扔了,别的男人用过的东西,我没法面对。 她的鼻子有点发酸,她这分明就是吃醋,如果不在乎她,她完全可以留着。 可是,她没有告诉她,那打火机其实是她买的,她就是想试探她,看看她是否会收下,如果她不收,那当时自己可能就跟她走了。 可她偏偏收下了,这令她失落了一段时间,才会去征询父母的意见。 她才清醒地意识到,嫁给知根知底的人,或许会有不好的下场。 她又想,她把打火机扔了,不也恰好说明了她容不下她身边的其他男人吗? 总而言之,她并不像说的那样毫不在意她的过去。 她不敢把自己的后半生压在她身上,最终还是摇了摇头。 冰子狠狠摁灭了烟头,不满地说,就你这样的女人还敢嫌弃别人,有人愿意娶你,你不该感恩戴德吗? 她毫不畏惧地盯着她,心想,她终于露出真面目了,幸亏自己没有答应她。 然而,她的语气很快就软了下来,罢了罢了,说到底,我和你是同类人,做了不该做的事,就被打上了终身的烙印,有些是做过了,不提不代表没发生过,祝你余生幸福。 说完,她低着头走了,她望着她的背影,眼眶里渐渐有了泪水,爱国又怎样,没有信任的爱终究是不会走太远的,与其日后伤得更深,不如趁着还未开始就结束。 明白拒绝了彬子后,李平在夜里哭了几回,然后,她去了临省,到商场里的一家服装店当销售员。 这是小秦教她的,当销售员接触的人多,她长相甜美,只要嘴巴在甜点,想掉我老公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吗? 服装店的生意一般般,她在弟弟的建议下,闲暇时重新再捡起书本,学习才快知识。 老板大刘是个中年离异男,可能是她比较注重保养吧,身材保持得还算不错,没有大肚子,也没有秃头。 那次她看书录了迷,连大刘来了都不知道。 等她走到跟前,问她在看什么时,她才手忙脚乱地把书盒上,低头等着挨骂。 没想到她轻轻拍了拍她的肩膀,轻声细语地说,年轻人多学点没错,总比玩手机强, 但是也要注意时不时抬头,既可以放松颈椎,也可以不漏掉顾客。 她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,惊恶地抬起头,却见她笑盈盈地看着自己。 虽然大刘没有责骂她,她觉得更难受,从那次之后,她再也没有在上班时间学习,工作也越发用心了。 在她的努力下,服装店的生意好了许多,她的提成也水涨船高。 她手里抓着那叠钱,虽是她辛辛苦苦才赚来的,却幸福感满满,这钱干净。 那晚,大刘请她吃饭庆祝,并向她表白。 经过几个月的相处,她感觉大刘是个性格不错的人,离异无孩,还有个店,条件也挺好,她就答应了。 半年后,她和大刘结婚了,婚后的生活还算幸福,她成了老板娘,做起生意来更加卖力了。 但是她从不带大刘回老家,也从不提起自己的过去,那段狼狈不堪的日子,就让她永远埋藏在心底吧。 她曾经担心过自己会不孕,好在上天眷顾她,婚后不到一年,就有小宝宝扎根在她肚子里了。 大刘对她越发关心,让她安心养胎,她却闲不住,没事时总会去店里转转。 结果,那天她就在商场里偶遇了冰子。 两人四目相对的瞬间,空气似乎凝固了,她十分害怕,大刘就在身旁,担心冰子会说出什么出格的话来。 突然,从试衣间里走出来的女孩子对冰子说,亲爱的,你看看我穿这身怎么样。 冰子把目光从她身上移开,转到女友身上,温柔地笑着说,嗯,挺好的,就买这件吧。 她再也没有多看她一眼,仿佛只是擦肩而过的陌生人。 她目送着她俩手牵着手亲密离去的背影,莫名地有一点心痛,那个她曾经爱过,怀疑过的人,终究还是成为了别人的男人。 老婆,看什么呢?这么入神,大刘走到她身边,爱莲地摸了摸她鼓起的肚子,亲爱的,快坐下休息吧。 她转过身,抓紧了她的手,把头靠在她的胸前,亲爱的,这辈子,我们一定要白手不分离。 是的,过去的,就让她过去吧,今后,她一定要清清白白地幸福下去。